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桑九天真浪漫的性格却影响了明镜 俩人关系逐渐拉近 当圣女天欢醒来后 发现明镜娶亲便开始离间他们关系 想让桑九知难而退 明镜从未动情 桑九喜欢明镜 自然希望明镜人生顺遂 为做任何猜想开始躲避明镜 明镜不知道桑九为何这般 只从天欢口中听说桑九的不是 再加上什么对战凶险难测 明镜休憩了桑九 但心里却始终记挂 天欢爱而不得 将怨恨发泄在棒族人身上 念了人家全族 桑九一戏之间折磨 杀上神族要手刃天欢 却被明镜不明就里的拦下 天欢恶事作劲 却被明镜留下一条性命 本以为事情就这样了 结果天欢再作妖 伤藤蛇族人将其胸丢人黄冤 并让桑九知道 跑去救兄长被万魔啃士 凝聚沉受身报仇 明镜知道后也去了黄冤 只可惜他去晚了一步 桑九走在这以前已经没了 他看到的桑九不过是怨念所化 人想着让桑九好好地活着 他替桑九承担后果 当他将自己的神髓 溢给桑九之时 才知道眼前的人非人 看到爱人化为白骨 明镜的心碎了 他口口声声说要守护苍生 可结果连爱人都守护不了 桑九没了 明镜成了魔神 难道这一切不是地免所为吗 他为了自己的权利 不惜打伤昔日爱人 处皇出于桑九之时 说见到桑九很亲切 原来他们之间有一段缘分 战神之所以会变成魔神 一来是感情所致 明镜举神族之力 暂时赢得魔神 可也没有落得好 斜骨进入了他的躯体 神族灭了 唯有气责留下一丝残魂在荒原中 本大有缘人拯救藏身 不让魔神出事 至于地免在什么大战做了啥 其实显而易见 他不过是为了保住邪骨 算计战神而已 让魔神世代传承下去 其实说到底 不过是立场的问题 他们本性不坏 要不然地免为何不直接杀了初皇 显然还是有感情成分的 欢迎在大波期娱乐界下方点赞留言 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呀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